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请坐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举行修行与生活座谈会 我们今天回答网上同修的提问 这个问题是 咨询了香港佛陀教育协会的大德 说为刚过世的亲人 在家送往生 要送地藏经 但默学一开始 学佛就接触净土宗 听净空老法师的话 一句佛号 一部无量寿经 我记得老法师在讲净土大经节演义中 说幽敏众生也在学无量寿经 甚至他们比我们学得好 那么在为刚过世的人送往生时 是应该送无量寿经还是地藏经 你可以送无量寿经 这个无量寿经和地藏经 两个都是可以的 看我们自己跟哪部经更有缘 所谓更有缘 就是你读这个经 你更能专心 更虔诚 更能入这部经的境界 那么你就跟这部经有缘 只要你能够用至诚的心 恭敬的心来诵经 功德都是一样的 因为功德是清净心 所以这两部经都是可以 他们俩的篇幅也差不了太多 所以如果你是专修净土宗 那可以专读无量寿经 下面一个问题 我现在的修学是每天读一遍无量寿经 听老法师讲感应篇 并在生活中落实五届十善 准备从2012年开始 专听大经节和念佛求生净土 一天梦见自己骑着自行车 在一条不平坦的下坡路 快速冲下去 到下面一看原来四个死胡同 赶紧停下来 这时看见远处高山上一位陌生的老人 赶着一辆像毛驴车 这个飞奔到跟前 仔细一看 原来是白马和红牛拉的车 陌生的老人变成了同族哥哥 他的名字叫学人 联想到自己这样用功学佛快十年的时间 但从心里感到对人还是缺乏爱心和沉静心 包括对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 请定红法师开示 一 如何在生活中落实人 仁义理智信 这个人 下手处在哪里 二 怎样区别无爱心和情直轻了 这个人就是爱心 孔老夫子讲 仁者爱人 在佛法里是讲慈悲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佛法 核心就是慈悲 就是仁爱 那么他要表现出来 是通过方便 方是方法 便是便宜 最适宜的方法 这个叫方便 我们有慈悲 如果用的方法不正确 让众生感觉到很辛苦 很难受 这个还是自己慈悲不够 或者是智慧不够 那么要怎么落实呢 那你就从弟子规 感应篇下手 把弟子规 感应篇 五界十善 通通通都做到了 你这个人也就落实了 所以 现在呢 你在听老法师讲感应篇 非常好 不仅要听 更重要的 每天要做反省 要把感应篇和弟子规 的功过格拿出来 每天呢 对照 见点 这是扎根 一定要 全部做到 那个人就做到了 那么 无爱心和情直轻了 这个 是两码事 没有爱心呢 是对人冷漠 自私自利 导致的 他只想到自己 不想到别人 这就是没有爱心 没有情直啊 这个人 他会很有爱心 他这个爱心呢 不是由情直里生的 而是 从智慧里生 所以他 对一些人 的帮助 爱护 非常的得体 既不会啊 不足 也不会过分 因为他有智慧 这是依理智啊 不是依感情 如果用感情 往往是会产生情绪 有情绪了 就不会有智慧 那那个爱心呢 也自然就没用了 那所以 区分呢 有没有爱心 和 是不是情直啊 那我们从 那我们从 这个 感情 来 行事 还是理智 行事 从这里 可以区分 学佛 是学理智 不能用感情 当我们 不用感情的时候 往往帮助别人 帮助都会更好 连对自己的父母 妻子 儿女 都是如此 因为你要是对他们 有情直 你是啊 陷在局内了 你必须要跳出局外 你才能够把问题 看得清楚 你帮助了 才能够啊 恰到好处 也不会产生烦恼 和副作用 下面一个问题 墨学刚接触佛法不久 近几个月 在看静空老法师 大经解科著 基本懂得念佛的重要性 也想好好念佛 也听明白 要救灾 难 唯独用善心善念 真诚念佛 可念不了几句 心里 长草 没有定力 请问 我怎么才能够真正 把成佛的无上菩提心 发出来 这就需要你啊 深入敬教 特别你学净土宗 无量寿经上 讲三倍往生的条件 都是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如果没有菩提心 那念佛也往生不了 那菩提心怎么能发出来呢 在这个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院 第十九月 第十九月 是文明发心愿 这个发心 就是发无上菩提心 近的来讲 就是往生净土的心 远的来讲 就是成 圆满佛果的心 那这个菩提心 怎么能够发起来呢 你看阿弥陀佛 这是第十九月 我做佛事 释放众生 吻我名号 发菩提心 这几句 其实讲很清楚 怎么能发菩提心呢 吻我名号 吻我名号 是因 发菩提心 是果 这个因果 是由阿弥陀佛 愿力加持而成就的 所以文明就重要了 文明不是说 我听到这句阿弥陀佛的佛号 那就像文明了 不是的 是你真把名号功德 听明白了 所以这需要你深入经教 尤其是深入无量寿经 所以你现在 能够发心听师父上人的大经节 或者大经科著 你这个因缘很殊胜 这就是文明 不断的听无量寿经 那就是啊 在学习 在了解 阿弥陀佛 名号功德 阿弥陀佛的 愿望 真正有一天 你全听明白了 你就能发起心来 所以文我名号 必定会发菩提心 那么发了菩提心了 你肯定啊 会信愿念佛 求生净土 你会一向专念 所以发菩提心 怎么发 你如果能够每天 至少听四个小时经 专听无量寿经 把阿弥陀佛这个 这个名号功德 完全了解了 你那个心就发起来了 这是阿弥陀佛加持你的 下面一个问题 听说中阴生的记忆力 是生前的九倍 我想中阴生 一定能记得 生前发愿念佛求生净土 也应该能提起佛号 念佛 老法师也讲过 有中阴生念佛往生的 但是又好像听说 中阴生能念佛往生 好像很难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呀 在中阴生的时候 自己做不了主 完全是什么呢 业力做主 平生所做的善业 恶业 当然还有敬业 敬业 不属于上 也不属于恶 那什么是敬业呢 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这是敬业 那看看你哪一种业最强 所谓是强者先前 你生平造作的业 哪个业最强 那个业就掀起作用 你自己没办法做主 就跟着这个业力 去投诚 如果善业强 你往生人天善道 如果是恶业强 那就往生三恶道 如果平常 具足信愿 有念阿弥陀佛 这时候能感得 阿弥陀佛现前 接眼 往生西方 因为那个时候啊 你这个 第六史 意识 已经啊 不能起作用 那 你很难呢 做主 判断 选择 要去哪里 完全是随意也流转 所以为什么中阴生 往生净土很难 难就难在 平常他没有真正啊 积累净土资料 到中阴生的时候就很难 在中阴生得救 能往生净土的 都是素质 有深厚的善根 再加上 现前遇到殊胜的缘分 就有菩萨帮助他 这都是过去生中缘分 那么他才能够啊 遇到 善言 就是阿弥陀佛 菩萨 现前 引导他 那平常 平生又有愿力 他发过愿 往生净土 临终时候 只是忘了 这时候呢 他这个愿力很强 也会牵引他 发起求生的愿望 那么一发起这个愿 就能看到阿弥陀佛 那就能往生 所以我们要修啊 现在就得好好修 健健康康的 神智清楚的时候 要多念佛 世间一切都要放下 知道这世界呢 没有一样是真的 看得破 放得下 等你啊 到临终的时候 你自自然然 就很容易啊 提起正念 你要往生西方 临终一念十念 就能够见佛 往生西方 第二个问题 人到临终 灵魂还没有出离的时候 到哪一道往生 在身体部位上 都会有显示 可是中阴生 在49天之内投胎 这么多天当中 中阴生还没有到 哪一带投胎 或者会有殊胜的因缘 引他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为什么 临终会在身体上 有显示呢 灵魂不是还要经历 中阴阶段 才会去投胎吗 一般来讲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不会经过中阴神 其实他不是死了以后往生 他没断气 他念佛 因为宿世今生 这个敬业成熟 所以感得阿弥陀佛 现前 就把他带走了 带走以后 他舍掉这个臭皮囊了 这就断气了 所以 你在摸摸他的脑袋 他的这个头顶 那是头顶 全身朗透之后 头顶还温热 那么如果不是往生西方的 多半都有中阴神 除非他是善力很强 也不经过中阴神 直接到天道 或者是恶业很强 不经过中阴神 直接下阿弥陀佛 如果不是善恶力非常强的话 都要经过中阴 那么往生 八个小时以后 就断气八小时之后 朗朗身体上 这个部位会有 显示出 哪个部位也余热 有一首记字 顶圣眼天生 人心恶鬼腹 畜生膝盖离 地狱脚板处 就是往生西方的 从顶门上走 全身冷透了 头顶还有 挫若感 天生 往生西方 天道 从双眼 从额头 那个部位 出去 人道是从心口 是出去的 恶鬼 从腹部 膝盖 出去的 是畜生道 脚底板 出去的 那是下地狱 那么是灵魂 已经出体之后 他自然呢 有一种业力在牵引他 这个业力 那时候 那个 中阴生 没有办法自主 全部是受业力支配 所以呢 出去之后 如果不是马上投胎 或许要耽搁一段时间 也是注定啊 要去他业力所 决定的那道 投胎的 所以你 能够从他的身体上啊 大概可以分别出来 因为中阴 他灵魂一出去了 神石出去了 形成中阴身了 一般改变是很难的 要改变就得他 没断气之前 这就是最能够救的 断气之后 救是非常非常难 当然 不是绝对不可能 但是那要有大善根 大福德 大因缘 尤其是有殊胜的因缘 才能够啊 扭转那个中阴身的去向 像香港佛陀教育协会 前总干事 胡尼尼举世 他一直啊 护持师父的 讲经说法 他母亲往生的时候 我们师父上人亲自啊 来帮他超度 所以他母亲呢 在中阴身的时候 七七四十九天 都没有离开 在做什么呢 在听师父上人讲经 最后真听明白了 这就是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 闻我名号就能置信信仰 所有善根信心回向 愿生 必过 乃至十年 他就能往生 最后也往生西方净土 还会来报信 给大家 这个打好招呼 说自己往生净土 感恩大家 这是什么呢 他遇到大因缘 殊胜的因缘 因为他女儿护法 那胡居士确实是 护持正法上 护持我们师父上人 不遗余礼 可以说很卖命的干 这非常难得 有这样的感 才有这样的因 这个不是每个人 都能够遇到的因缘 所以我们自己 要享有把握往生 不要想着别人 帮我们助念 自己要先拿到 往生把握 下面问 请问染色烫卷 会有什么因果 让了理法师 给我做头发 理法师是不是 也被因果呢 我这样注重 外表的修饰 是不是也是一种贪心 一种执着呢 我若是不能克制 自己对贪的欲求 一再地放纵 自己的想法 是不是就等于 在培养自己的烦恼呢 我该不该做头发呢 对于这类执着 我应该如何控制呢 你已经啊 意识到问题了 大概呢 还没有决心呢 来改变 这就是什么呢 要深入经教 从经教里面 你得到呢 发喜 这样你自自然然 对世间呢 这种所谓的享受 娱乐 你就会淡了 你就会 感觉到他们没味道了 没意思了 那那个时候 你就没什么问题了 你还会问 我该不该做头发呢 我要不要染色烫卷呢 不需要 你的心思 不在这上面了 你的心思 是在啊 修佛法 求菩提 你得到人生最高享受 那所以那个贪心 那种欲望 不用断 自然就没有 所以要多听经 这个非常重要 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下面 胡晓琳老师 学佛虽然只有几年 但我感觉他修学的境界很高 相比之下呢 自己简直是太差劲 我想是不是个人根性的关系 有人天生悟性就高 有人天生就愚钝 我显然属于后者 请教法师 我的理解对吗 对了一半 确实 个人的 这种修学的提升啊 快慢 跟他素食积累 有关系 那胡晓琳老师 那是过去生中啊 肯定是九修善根 那肯定不是这一生才开始学佛了 所以他对佛法领悟的非常快 非常的深 而且能真干 了不起 过去中年以前是没遇到佛法 所以呢 活在贪嗔痴慢里头 现在一遇到佛法 整个就回头 这是利根 那我们呢 要见贤私起 但是也不要啊 觉得好像比不上人呢 就感觉到自残行贿 弟子规上讲嘛 物自暴物自弃 圣与贤可寻致 其实根性是可以改的 怎么改呢 你不断的断烦恼 学智慧 你的根性会越来越利 首先一个烦恼 最大的烦恼 自私自利 与之相关的 还包括明文立养 五欲六成的享受 坦诚之满 要把这些烦恼放下 烦恼越淡 你智慧越高 也就是说你根性就越利 那么要断烦恼 当然不能离开经教 因为学经教 你自己才明白 自己有什么烦恼 怎么个断 你才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 能够起得关注 所以经教就不能不听 胡晓琳老师 那都是听了很多经教 还有刘素云老师 就更是如此 他每天在家里 听经十个小时 拜佛一千百 那真是勇猛精进 所以智慧提升的就非常快 三昧的功夫不断的加强 我们讲 这就是根性越来越厉害 根性 启顿 就是因为有烦恼所覆盖 所以要把烦恼给断除 下面一个问题 听好多大德讲经时 都说要在2012年12月以前 甚至在上半年 拿到往生的把握 请问往生的把握 是不是真性切愿念佛功夫成片 你提到这个真性切愿和念佛功夫 这个是两个概念 欧益大师讲 往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 而品位高下在念佛功夫的前身 所以真性切愿 决定你能不能往生 往生之后 你的品位高下 就看你的念佛功夫的高下了 所以信愿跟念佛是两个概念 这个念佛主要就是 讲狭义的持名念佛 那么怎么才能够说 拿到往生把握呢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至于说功夫差点 你往生净土 哪怕下下品也很好 欧益大师说 他自己下下品往生就足了 因为什么呢 下下品往生 也是阿维悦之菩萨 也得到几乎跟佛一样的受用 神通暴力 几乎是跟佛平等 所以关键在于 我们自己要拿到往生把握 尤其是今年 大家都说是灾难年 确实也看到了 你看 现在才二月初 就已经发生过很多灾难 现在正在发生的 欧洲 血灾 死了已经有三百多人了 所以我们怎么能快速拿到往生把握呢 换句话说 我们怎么能够真正做到真信欠怨 真信欠怨就一定往生 我们现在的信 我们现在的信不是真信 为什么呢 还夹杂的疑虑 你说我没有疑虑呢 你问这个问题就有疑虑 我怎么才能拿到往生把握呢 自己还就是没把握吗 为什么没把握呢 你有疑 疑就障碍了信 信不足 当然怨就不切 还有一个就是 自己对这个世间 还有放不下的 这就是怨不足 那我们也听说 同学说 我信啊 我也愿意去了 但是我还是有一些没法想 说放下好难哦 身心世界一切要放下 对娑婆世界一点贪念执着都不可以有 哎呀 觉得好难 所以那个怨呢 总是不够切 那往生当然就没把握 怎么能够尽快做到 身心千愿 还是回归到 阿弥陀佛的大愿来看 四十八大愿的核心 在第十八愿 第十八愿怎么讲 我做佛事 十方众生 吻我名号 知心信药 所有善根心心回向 愿生我过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为处忤逆 非邦正法 这里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 那这个愿告诉我们 只要你真信 切愿 智心信药 愿生我过 灵中啊 乃至十念都能往生 古德讲啊 灵中一念十念都能往生 一念就行 所以念佛 不在你念多少 是在于你念的相应 怎么才叫相应啊 你有真心情愿 你是智心的心 啊 心心都愿求生 这才是真心结愿 那 我们问了 怎么才能得到 啊 我也信 但是没有智信心 什么叫智信呢 这个心里头没有夹杂任何的疑虑 没有任何的妄想 这种妄想就是 还想在这个世间做些什么 这都是妄想 只有一个心就是求生净土 除了求生净土以外 念头里什么都没有了 这叫智信啊 罗石大师啊 做了个比喻 他说假如有人 被恶贼所追 恶贼拿着大刀 还要砍他 他就使劲跑 跑跑跑了 前面看到一条河 当时他边跑 那心里就想 我怎么过河 我是穿着衣服过呢 啊 就这么汤水过去 还是把衣服脱下来 跳下去游过去 如果是穿着衣服过去 就怕 可能啊 游得太慢 会有障碍 如果是把衣服脱下来 又怕来不及 后头贼紧追着不舍 你看 当时他拼命跑的时候 只有这一个念头 就想着这么过河 他只有一个愿 就是过河 什么妄念都没有 这个时候的心 叫执行 我们现在求生净土 也要拿出这份心出来 我现在就想着 怎么往生净土 除了往生净土以外 其他什么都不想 真心切愿 你才做到 那你说 这个我好像真的很难做到 难在哪里 十八院里讲得很清楚 我做佛是十方众生 闻我名号 至心心要 你首先得闻我名号 就是闻到阿弥陀佛名号功德 换句话说 你要听无量寿经 因为无量寿经 整部经就是讲阿弥陀佛名号功德 他就是阿弥陀佛呀 那你要能够深入这部经 把这些道理都搞清楚了 你是闻我名号 真正你明白了 理通达了 置信心要 就自然而然 你这个往生把握就拿到了 不是说我自己有什么念佛功夫啊 我念到一心不乱了 所以我有往生把握 不是 念到一心不乱的人 你还未必有往生把握 假如他不是真心切愿的话 这偶遗大师在阿弥陀经药节里有讲到 说啊 念佛念到 风吹不动 雨打不失 如铜墙铁壁一般 可是如果没有心愿 也不得胜 所以啊 关键问题 道理要搞清楚 然后你才能够厌离缩破 心求极乐 你对这个事情还不肯放下 说明你这个道理还不明白 不知道 眼前所有的境界都是幻想 假的 空的 不可得 你彻底明白了这个 你才愿意离开这个幻境 直到如果还迷在这个梦幻境界里头 那将来必定轮回受苦 那现在你真正发心处理了 处理 就是靠念佛救生净土 所以心求极乐的心就产生 真心切愿啊 自然居足 那就能往生了 你然后呢 要不断提升念佛的品位 就是那个功夫的 这个深度 将来啊 希望上上品往生 所以 2012年 师父上人多次劝我们 要把握好这样的因缘 认真念佛 深入无量寿经 信愿 要扎实 往生把握 你自然得到了 并不困难 只要你肯干 一定都能够得到的 下面一个问题 我所在的学校 虽然也在学习弟子规律 但流于形式 请问如何结合 教学向学生进行 弟子规和英国的教育 前段时间 我用音乐课给学生播放了 今生必看的科学实验 想让学生明白 向有心生 向随心转的道理 让学生重视 学习弟子规的重要性 因为其他的班主任和科任 老师 几乎都不重视这些 请问这样如法吗 能够善巧方便地带动学生 一起学习弟子规 学习因果教育 这就很好 很如法 当然你在学校 在传播这些教育 要懂得用善巧方便 要看看学校 有没有相关的政策 或者是要求 我们不要违背 自己所在机构的要求 那么你好好带着孩子 一起学 自己不断地提升自己 尤其是用因果教育 来防范 自己做恶业 起恶念 你自己修好了 自然带动同学们都修好了 特别学生 模仿力很强 你在干什么 他自然就学会了 然后你跟这些家长们 来讲 这些孩子 学了弟子规 学了因果教育 心态上 行为上 与以前的大不相同 家长们也应该 会有这样的感受 然后你再跟 这些老师们分享 慢慢的 老师们也都会受感动 所以要带动 大家学习 必须从我做起 过去我们听到 松花江中学 这是在吉林省的一间中学 那里的 只有一位老师 在推动弟子规教学 他在自己班里 这是王岐老师 他就在自己班里面 带学生一起学 从自己身上落实 学生们受感动 也跟着学习 最后影响整个学校 整个学校 有校长把亲自带动 大家落实弟子规 结果呢 学习 学习 考试的成绩 大幅提升 升学率 也大幅提升 所以古德教我们 正极化人 先把自己修正好 自然就能感化别人 教化别人 不要着急 先不要让别人学 自己先好好学 自度而后能度人 下面一个问题 上班时 充分利用音乐教室 没学生上课的空档 一个人悄悄听经 读经念佛 我校只有我一人学佛 为了怕别人造诽谤 佛法罪业 没人问 我就不主动宣讲 请问这样如法吗 这样也可以 就是自己呢 认真的学法 不必要去告诉别人 跟大众相处 要懂得和谐 平等 恭敬别人 自己谦卑 那么 这个弘扬 你所学的这些佛法 自然人家 就能够 心服口服 这需要时间 你需要耐心 那么至于说 利用学校的设施 你这里应该不是利用学校的课室 这是个设备 你没有用 如果要用它的设备 做自己的事情 学佛弟子 应该向学校做申请 学校如果批准 那我们才能够 把公务用作私用 否则 这也属于犯道解 如果学生没来上课 你有空档时间 你没事干 你听经读经念佛 好事情 这个没有关系 下面第四问 请问我在厕所 在厨房 或者其他家 做家务的时候 戴上耳机 听老法师讲经的音频 可以吗 在厨房和做家务都可以 只是上洗手间的时候 我还是建议 你把它先摘下来 认认真真的 把洗手间上完 你再出来听经 不在乎那五分钟 十分钟 这是对佛法的一种恭敬心 下面第五个问题 由于工作和生活事物多 又要多听老法师讲经 经常完不成 每天读经拜佛的任务 定刻完成长档折扣 请问如何做更好 那这样的话 你可以适当地减轻 那个修学的分量 这是批不得已 迫不得已的事情 事情多 自己呢 没有办法专修 那么这个是需要自己 好好的来忏悔 这时候有业障 除了忏悔以外 还要多修福报 因为 人有福报 这个你修学起来 就比较顺利 如果光修慧不修福 在生活上都会遇到麻烦 下面 我是音乐老师 业余时 常给熟人的孩子们 有偿教授音乐 这不符合教育部门 关于不准有偿家教的要求 而且也占用我学服的时间 但这些收入 确实能减轻我的家庭 经济负担 因为我还在还房贷 车贷 请开始 如果是国家 不允许的事情 那我们就不能做 所以真佛弟子 要延迟戒律 这个戒律是什么呢 首先 我们不能够违反国家的法律 在 范王 这个 在阴落戒经 里面 佛奖菩萨 不能够犯国制 不能漏国税 就不能做违法行为 老老实实地 遵守国家法律 其实 可能也 未必 说 会 浪费你的时间 因为学佛 离不开你的 平常的工作生活 如果说离开 平常工作生活 再找一个什么地方 去修学 这个很难 那你找不到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不清静 早也找不到清静的地方 所以就在家里 每天听经 每天做好功课 有缘 就帮助下众生 没有缘 绝不叛人 这样就很好 那么今年2012 灾难多 所以师父上人 倡议大奖 每天 早起 用一个小时的时间 专门 来念阿弥陀佛 放下万元 专念 弥陀名后 可以不用观想 不用理 这个观像 就是痴迷 那么愿观想 也可以 用观想 来 除去 自己的杂念 把自己的虔诚心 幻发出来 仰求 阿弥陀佛 慈悲加持 能够延缓和减除 地球的灾难 那么早上 你也可以 用一个小时时间 专修念佛 如果有一万名 学佛弟子 能够像 倡议书里面 所说的 这个情形 这叫倡议文了 文比较 稍微短一点 那么 假如有一万人 都这么做 那这个世界 就不会有 灾难 那么现在 我看到 网站上 自信念佛 护士 悉灾 昌议文 已经流通 横广了 有同学 有网站 他们 还设计 出来 大家可以 报名参加 这个 置信念佛 护士 悉灾的 这样的团队 我看到网上 已经超过五千人 如果真有一万人 来一起 置信念佛 那个磁场 威力就很大 那么你自己认真 学佛 也不用太担心 自己的将来的生活 你看儒家 连君子都知道 忧道不忧贫 谋道不谋实 自己一定会 有护法 隆天 菩萨的照顾 下面一个问题 我父亲年老病重 但不信也不学佛 他听力很差 平时我与他说话 要靠吼 吼 跟他吼啊 才能听得到 碍于不想 看着很老 他又不配听 助听器 神识离体以后 他应该是能够听到了 但在灵终未断气 以前 念佛他听不到 如果 念佛他听不到 是否在那个时候 应该配上助听器才好 配上助听器呢 那个时候啊 你就要动他的身体 就可能会引起他的痛苦 会破坏他的正念 所以啊 如果要配助听器 那么要他本人同意 事先心说好 一直就带着 那么一直给他念佛 念到他灵终 这样自然往生 如果没有给他退上 他没有给他配上 他已经断气了 或者几乎是奄奄一息 弥留之际了 这时候啊 你就不要给他 想着去佩戴了 佩戴你就动他了 破坏他的正念了 所以这时候呢 你可以用一个喇叭 放在他耳朵旁边 不用动他 大家一起念佛 把这个念佛声 传到他耳朵里头 而且你能够啊 置心的念 那感应不可思 他能听得到 虽然耳的这个神经 已经啊 不灵敏了 但是我们的念头 产生的念力 能够让他 起反应 下面一个问题 寺庙地面上有钱 是别人掉的 怎么处理 是捡起来放到功德香吗 这样如法吗 最好是有钱的时候 捡到啊 这个失误招领处 一般呢 在寺院啊 课堂啊都会有 然后呢 如果寺院有广播 也可以广播一下 问一问 哪一位丢了钱的 请到某个地方去领取 那么这次 这个 寺院里面的这些钱物 如果 他没有人来领取 那么可以呢 跟四中同修啊 一起商量 看看是不是啊 把这个钱呢 用来 做供养寺院 强住 或者是啊 做流通佛法的功德 那么 为这位施主 回向 这也可以 下面一个问题 旧的佛教挂吏 应如何处理 比较妥当 挂吏封面 印有 某法师 全身 庄严照片 十二个月的 每个月都印有 该法师的 书法字和 几行 法语 那么旧的挂吏呢 如果已经不能用了 可以呢 跟旧经书 破经书 同样处理方式 一样 那么一般呢 过去嘛 都会把它化掉 那么 缝化掉 那现在呢 因为印的太多了 缝化起来就很不方便 而且也浪费资源 所以呢 我也请示过 师父老人家 说能不能够 做回收 师父说可以 就是恭恭敬敬的 把这些 印着 佛教的 这些 法语的 或者是 佛像的 等等 这些资料 我们把它 包起来 送到 回收 赞 这样也 就可以了 下面一个问题 我哥哥 古长 和家 二十年 养狐狸 几千只 每年 每年都是 活着 卖的 今年 不下雪 没人买 就 雇佣人 打死 并剥皮 求师父 抄把 古长 和 雇佣人 打死 并剥皮的 几百只 狐狸 和以前 卖的 几千只 狐狸 为他们 回向 帮助 他们 化解 冤丑 请问 狐狸的 中阴身 也是 四十九天吗 这些 被打死的 狐狸 还没 超过 四十九天 弟子 每天都 读大经 念阿弥陀佛 给他们 回向 抄把他们 你做的 没错 应该 给他们 念佛 回向 给他们 打个 三归一 你自己 可以 给他们 做 那么 既然 你提出来 那 我也会 今年 晚上 我 给他 特别 写一个 归一 证 请他们 来 受散 归一 那 现在 我每天 晚上 都 给这些众生 做 做 归一 劝他们 念佛 因为 幽敏界的众生 确实 很苦 师父 上人 也 劝 我要 发信 做这个 事情 他 他比人 要苦得多 特别是这种 冤死的 动物 那 我们晚上 主要 归一的 两类众生 一类是 就是全球 被人 屠杀的 这些动物 众灵 另外一类呢 是全球 遭 堕胎的 一起 引领 这个 当然 我们也 大的范围内 我们也会 回想 禁虚空 变法界 微尘差 一切 汉林 相信呢 我们只要 制成 给他们 回想 他们就能 得到利益 儒家讲 既神 如神在 我们给他们 做超度 做回向 做归一 都要观想 他们来到 现场 我们以慈悲的心 跟他们 沟通 带他们 忏悔 给他们 念 往生咒 念阿弥陀佛 劝他们 求生 净土 真是 有效果 如果是 有善 跟福 的 意愿 他们能够 见到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 如果 善跟福 的 薄弱的 由于我们 给他 归一 给他 念佛 这个功德 加持他 他们也会 往生 善道 下面一个问题 我有一个 佛友的儿子 四年前 被医院 诊断为 精神分裂 当时 他 他十七岁 并不 学佛 只要 发病 就使劲在 手指上 画各种 各样的佛像 有抽象的 又 有这个具体 具象的 他在四年里 为了儿子的病 什么方法都用过 可是没有一点 效果 他前后找到 很多位法师 都没能解决 给他儿子 请的护身符 绝对不让带 但是他会很恭敬的 烧香礼拜 他是由他儿子的病 才学佛的 现在知道要忏悔了 但是我觉得 不单单是忏悔的事 请求法师 赐妙法 这一个精神分裂的孩子 也是很特殊的 为什么呢 他一发病起来 竟然画佛像 那我们看 很可能是 有众生给他附体 他自己 不能自主 医院诊断 就是精神分裂 实际上呢 其他空间的众生 他看不到 所以他 没有办法找到 病的根源 他治当然就没有效果 这种病要怎么治 要跟这个众生沟通 一定是他的冤亲在主 有缘众生 那么这个有缘众生呢 也应该是学佛的 而且他的能力很强 完全控制住了 这个孩子 那这个众生 也是很能画佛像 大概通过画佛像 这个众生 也能够赚取一点功德 就利用这个孩子 来做这个事情 那 他的母亲呢 也因为这个儿子的病 起伏了 这也是 可谓呀 是 祸里头有福了 那么要 剩下的 这是要母亲 要真正发愿 跟这个儿子的 冤亲在主 有缘众生啊 沟通 向他们忏悔 带这个孩子 向他们也忏悔 而且要发愿 要做多少功德 回向给他 那比如 读多少不经 像无量寿经 你可以发愿 读一千遍 专门回向给这个孩子 他的愿心在主 念佛 然后呢 带着孩子 在家里听经 这个 尤其是什么呢 劝这个孩子 他的有缘众生 一起来听经 一起学佛法 化解 彼此之间的冤结 燕结 要是不化解开 生生世世 绑在一起 互相 惆怅 叶报 太苦了 所以真正觉悟了 从此一笔勾销 六道轮回的境界 就是一个大梦 真是 了不可得 你认清楚了 就放下了 放下了 一心念佛 求望什么 用拖龙回呀 从此冤结 一笔勾销 所以 这个母亲 最好带着孩子 一起来 修忏悔法 然后给这个 幽闻众生 做归宜 念佛 诵经 给他们回向 要多听经 让这个众生 听经能觉悟 觉悟了 他就走了 走了 这孩子就好了 那你不妨也可以 把我们今天 讲课的这个 我们的 这一集 这个片段 我们反复 拨出来 给这众生 听听 希望能够 劝套 他们能够 放下 知诸 放下 怨恨 真正 念佛 往生净土 就近 解脱 下面一个问题 那还有刚才 还有一个就是 晚上你可以 24小时 拨经 拨光盘也行 或者现在呢 更方便的 有那种 小的 拨经器 净土 大经节 一千两百 小时 全部放在一个 拨经器里头 日夜不停的 拨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下面一个问题 听经的时候 都会打妄念 想女朋友 自己感觉很没用 没办法远离女子 独自生活 我是每天读饭界 意念饭界最多 很难控制意念 每天 每天七点到七点五十五分 到公园门口 精行读物量寿经 八点到十八点 工作念佛 十八点到二十三点 听经 我是在家居士 这样做可以吗 你的这个修行功课 这样做很好 要坚持下去 那么平常呢 多念佛号 尤其是当你 起了不好的意念的时候 立刻要提起阿弥陀佛 要是意念太强 很难控制 你就大声念佛 甚至拜佛 一定要把这个妄念 克服住 这就是妄念 克服掉了就没有了 它不是实在 它不是真有 就是看我们是不是 真能够把它转过来 要去练 练久了 你有功夫了 自然就能克制妄想 那么对峙自己的淫于心 也可以啊 多看戒淫的书记 最好的一部书 暗示全书 里面有一篇 遇害回狂 这是一个小册子 是暗示全书 试部书里的其中一部 你也可以多看看英国类的书 这样就很好 下面一个问题 今年学生29岁 决志求生净土 家里指我一人学佛 家人与丈夫都迫切希望我生个小孩 可是我心里有点惶恐 第一担忧 生了小孩后 情职更重了 放不下小孩 影响往生信愿 第二 生下了小孩后 没有那么多时间听经文法 第三 虽然我也发愿生个能为社会做贡献的宝宝 可是没有自信能教好他 我在读诵地藏经的时候 理解到孕妇吃肉和新生儿满月拌酒 等行为都是错误的 罪业很重 我想吃素 不拌酒 等依教奉行 可是家人肯定是不会接受的 想到这些 我都觉得还是别生小孩的好 请教法师 我该用什么心态对待这件事情 该如何做 这个确实是你有一定困难度 因为你对自己的决定 家人同不同意 不同意 那就是产生矛盾 家就不和谐了 所以怎么办呢 你要用智慧 要善巧地带动家人学佛 唯有家里人都学佛了 你将来这个孩子 才能够健康地成长 那么你可以 看看能不能跟家里人谈一谈 把佛法介绍给他们 所以你也不是不愿意生小孩 但是希望小孩能够 得到正法的教育 不要将来受污染 所以家里人每个人都应该学佛 从哪里学起呢 先从听传统文化光盘讲座开始学起 先从学地字规 学因果开始 慢慢地引导他们 能够对传统文化和佛法产生正信 你自己呢 你要求三宝加持 你自己真修 你改毛病改习气 对家人攻击 这个城市供养 用你的德行 用你的爱心来感化他们 这是最好的出路 然后那个时候 你决定生小孩也行 不生小孩也行 家里人都可以统一意见 如果决定要生小孩 那也发愿将孩子将来 教养成圣贤 能够将来为护持正法 为和谐社会做贡献 那您这个做母亲的也功德无良 这份功德也能加持你 往生 这是福德 那么这一说会不会产生情职 那你自己要好好把握 就每天你要是都能不离经教 你的情职就会越来越淡 如果说你现在还有这个情职 那不是说生了小孩 才会障碍往生 你不生小孩也会障碍往生 因为你情职 你可能换了个对象不同 因为它会起作用 所以要真正 生起坚定的信愿 情职 自然就会化掉 不要担心 还要从学习经教入手 你现在还年轻 才29岁 要有耐心 认真的去学 宽为限 谨用功 下面一个问题 弟子宋明杰之次子 从三岁 至十二岁 就是过动儿 因我生他时 是四十二岁 怀孕期间 因没学佛 先生喜骂脏话 脾气不佳 因不知保护自己 即胎教 小孩生下了多病痛 气喘过动 孩子初中以后 因种种不顺 我就乱听乱问 通零八字等 虽然读经 但一不顺 我就去问 小儿今年19岁 喜爱呢 摇滚重金属乐团 常在半夜做音乐 因此睡眠乱了 晚上睡不着 白天迷糊睡 高中已休学了两次 白天昏睡 如果没睡 如果没睡好 脾气暴 睡好了就很乖 请教定红师 这是因我去乱问磁场干扰 还是孩子身体问题 还是弟子做人不孝 待人不好 还是和音请指点 如果我本身错 我一定会改 我之前头晕非常严重 是因我去过不好的磁场 弱来的 读地藏经 每天一两步 身体变好了 头也不晕了 除非我又乱跑 如果我继续读地藏经 先回向给次子的冤心在主 最后求菩萨加持 请小儿坐习正常 心性平静 增长智慧 可以吗 还是要诵其他经 但之前都先给回向十方法界 这三天才回向给自己 可以吗 你要是读地藏经 有这样的感应 你就继续努力读地藏经 那么可以先回向 十方法界众生 最后可以回向自己 和你的孩子 你所求的是 至诚感通 这是求佛力 菩萨 三宝之力的价值 另外一个 自己要忏悔 反省 确实原来不懂得抬教 而且自己 没有给孩子做好榜样 让孩子养成不良的习气 这是自己的问题 自己要忏悔 不能够责怪任何人 那么 待人 一定要 有爱心 对父母 对公婆 要尽孝 对丈夫 要 有人 有爱 有情意 恩义 道义 给孩子都是做榜样 你把自己 真正改好了 孩子自然就好 因为孩子是你的医保 医保随着正报转 下面一个问题 有一个居士 未学佛前 在佛前发愿 若儿子考试取得好成绩 就请佛到家里供养 后来孩子果然取得好成绩 于是便引请了释迦牟尼佛 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到家里供养 现在他发心修学静宗法门 求生极乐 于是想供养西方三圣 那么家里先前引请的佛像 怎么办呢 这个可以看看谁需要 可以转供养 或者是留在家里 如果不觉得妨碍也可以 如果你觉得 我只供一尊阿弥陀佛了 也行 或者西方三圣 那西方三圣有观世音菩萨吗 都没问题 实在讲 释迦牟尼佛 观世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这都是非常好的 跟净土 没有违背 都可以留在家里供养 下面一个问题 当下有一些商人 借助老法师的名义 售卖一些佛教用品 请问弟子是支持还是不支持 在他们这里请购这些法宝 可否 可有过时 这些法宝 大多数是老法师六百级大经节 波经机 其他的各种波经机念佛机 技术器等等 如果这种售卖 它是合法的商业行为 没有偷税 漏税 等等 那这个没有问题 他卖这些佛教用品 有人买 总是好事情 它也是一种流通渠道 我们不必去干涉他 只是他去售卖 如果他发心是为了利益 那他也就没有什么福报 他这个 这个卖多少 就得到那么一点利润 他不是为了补食 所以他就不能得福报 这个反正呢 也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最好呢 可以不用去干涉他们 那么 如果你想买一些来送人 你也可以 所以这都无妨 但是呢 要提醒他 就是不能够自己私下 加注版权所有 因为版权是师父老人家 师父一生 所有的这些书籍 所有的这些书籍光盘 都没有版权 欢迎翻印流通 谁拿去来做 他怎么做 怎么去流通 师父都不管 包括我本人 包括我本人现在也学着师父这样 所有光盘 书籍 谁爱去印 谁去印 我们呢 一不要版权 二不收费 三不过问 流通 流通 起来 总是可以利益众生 就是好事 好 下面一个问题 弟子在一个网站看到一种说法 与老法师的开示 不许照半身佛像相走 请师父开示 此网站说法正确与否 这个半身佛像确实是不如法的 这是没有达到佛像表法的意义 要知道佛像本身呢 我们不能把它当作艺术品 应该是把它作为一个教育的 一个教材 这佛像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都有表法的意思 如果你砍了半身 这或者有的甚至使用个头像 那不仅说表法的意义失去了 而且呢 也是对佛的不公 所以其他人怎么说别人的事情 我们知道 这个道理之所在 下面问 我爷爷去世了 我本来打算长期吃素 天天念地藏经 可是吃了一个礼拜 身体就不行了 由于饮食清淡 现在经常头晕 身体没有力气 我从小身体虚弱 应该怎么办 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怎么去帮助别人 怎么超度我爷爷 我觉得自己也很没用 我的家庭很幸福美满 可是身体很虚弱 是不是我业障很重造成的 我怎样才能消除自己的业障 怎样才能超度我的爷爷 你这种状况出现了也很正常 为什么呢 原来没有吃肉 没有吃素 一下变成吃素了 身体上在调整适应 所以你觉得有点异常 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 你咬咬牙挺过这一段时间 就没事了 那个多半是你的心理作用 那有的人你看他避苦 一避上十天半个月 都没问题 一点东西都不吃 这是完全是用心的力量 来控制自己身体的这种运作 所以你在吃素的时候 你呢 法院求佛菩萨三宝加持你 让你顺顺利利的度过难关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如果实在是觉得营养不够 你再补充一点 就现在那个葱剂呀 什么奶粉呢 这种麦片呢 这营养都是比肉食 还更丰富 绝对不会因为吃素而缺乏营养 这个大可发心 下面 问 我丈夫一年前与一名附体女子发生了邪淫 后来知道了事实真相 并产生了惧怕后悔之心 也决心与此女子断交 并走上学佛的道路 现在每天读诵地藏经一卷 并坚持随时念阿弥陀佛圣号 我还在一个正法道场 为此女子及我夫妇的冤亲在主 立牌位 请众生来听经文法 我夫妇每天把功德都特意专门回向给这个女子 请问我们这样做如法否 我觉得我丈夫或者我 您觉得我丈夫或者我还需要做些什么 你们做的也很如法 能够啊 像您丈夫啊 能够改写归正 放弃啊 邪淫 这是难能可贵 你呢 千万不能够啊 对丈夫有怨言 也不要批评她 要宽容 因为人非圣贤 孰能无故 过耳能改 善莫大言 能够改过自心呢 这就是啊 好人 这就是君子 所以你应该啊 鼓励您丈夫啊 多帮助您丈夫 还要对他多施予爱 给他以精神的支持 让他能够啊 在学佛的道路上啊 有更大的涨进 那么自己能够认真的学佛 断恶修缮 那这就是啊 功德 可以回向给怨亲载主 那么你对那位女子呢 也能够包容 这就很难得 虽然是一刀两断了 不再往来了 但是呢 我们也给他回向 因为他也是个可怜人 也是个造恶糊涂的众生 他没有觉悟 我们也要给他回向 那么 还需要做的 大概你就是要多听经 多深入经教 你们夫妇两人一起学佛 成为啊 法眷属 这就是啊 非常殊胜的缘分 下面一个问题 他家 他家 他家就有一位啊 同修的 家开了一间很大的酒店 只有他一个人闻到佛法 很无奈 想同所杀 所卖 所食的众生立个牌位 不知怎么立 特辞请教 那你可以呢 让他来一趟 香港 或者是到哪一个道场 到我们香港福多教育协会 来 齐请 也行 到任何的敬宗道场 齐请都可以 在道场里啊 给这些众生立牌位 把这个酒店的地址 名称 还有他自己本人的姓名 都写下来 把它写在牌位上 供奉起来 那么他自己呢 也可以在家里 或者酒店里的办公室 辟出一个清静的角落 给这些众生立牌位 让他呢 每天能够啊 读经念佛 和听经 把这些功德 给这些众生回向 那最重要的 就是把 杀业 要断除 不能够啊 边立着牌位 还边继续造杀业 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所以让他自己啊 真明白 造这些杀业 那个果报是非常惨烈的 那这个酒店 可以把它专门改成 素食的酒店 这也是很有特色的 你素食做得很好 你的经营方面呢 可以啊 多办一些 这个跟佛教方面的 相关联的活动 那比如说呢 这个 跟当地的 寺院呢 这个 或者是 这个 这个静宗的道场啊 联系 或者是呢 这个 跟传统文化的 这些老师团队联系 在酒店里面呢 常年的 开展 传统文化教学 或者佛法教学 欢迎 全国 全世界 各地同学 来这里啊 住 来这里 学习 那你可以收 这个 正当的 这些费用 这就保证啊 这酒店的生意啊 很好 那么也是等于啊 为社会啊 做大贡献 半学啊 这个功德 都可以回向啊 这些 所杀的众生 那就 真的就是 因祸得福 化粤为亲 变 恶缘 成法缘 下面一个问题 我在网上认识 一位出家师傅 刚认识 就问了我的八字 说给我上香 我告诉了我的八字 并把孩子的八字 也说了 这位师傅呢 说还要相片 说会把相片 供上天天念佛 我心里充满感激 就把全家三口照片 也发过去了 师傅说 会给我全家做法事 法事后会给我寄礼物 并要了我的地址 在师傅的催促下 我没多想 就赶紧给师傅的银行 卡打了三千元 后来师傅知道 我家里没供佛像 说会给我请三个金佛 和一些辟邪的礼物 我表达了 不愿意要金佛的意思 但师傅一直不说话 今天上午呢 师傅说 给我把礼物都寄出去了 并说 不会要我多少钱 我不想 在这世上花钱了 我该怎么办呢 你要是不想 跟他继续往来 你就不要理会就好了 这很简单 这都是缘分 最重要的 自己要多听经教 首先从认识佛教开始 把佛法了解清楚 它是佛陀教育 不是宗教明信 你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不要搞明信 人的命运 固然是有前定的 前生造作的一切善恶业 决定你这一生的果报 但是他也是可以改造的 了凡先生 给我们实现的改造命运 靠什么改呢 修善既得 所以不要有迷信的想法 我把八字送给别人 别人给我们怎么做法事 就能好 未必 还得要自己断口修善 想要孩子好 自己多及应得 就服应子孙 下面一个问题 我先生对我只有不满和抱怨 结婚六七年了 我没和他顶过一句嘴 由于我一直存善念学佛 所以我都没有生过气 反而一直想 只要我做得好 我先生就不会乱生气 就不会有陈念 但是我真的过得太累了 不知道我上辈子和他是什么因 才有了这辈子的果 我看过佛学书 这辈子的夫妻是上辈子的业力拉在一起的 不要离婚 如果业力没结束 下辈子还会在一起 但是我太累了 请问我该如何让我先生把称念消掉 如何处理我的累和压抑 您看起来虽然没有生过气 但是你内心里面也有很多不满 不平 所以你有这些压抑 你会觉得累 累是什么呢 这身上的负面的情绪累积太多了 就产生了这种累感 那自己怎么去化解呢 这不能够说 我把我先生给转变了 我就可以不累了 你想转变别人很难 你转变自己就很容易 你把自己转变了 那你的先生也会跟着转 为什么呢 先生是一报 一报随着正报转 你六七年了还没把它转过来 说明你自己没真转 为什么没真转 肯定是道理没明白 所以你放不下 要看破才能放下 看破怎么看破 明白道理才能看破 所以明白道理 最好就是用天天听经文法 训习经教 要耐心 尤其是面对逆境 面对不顺心的这个缘 我们要懂得去化解 要生感恩心 感恩什么呢 感恩他来成就我 我在学佛 我修菩萨六度 不失 持戒忍辱 这忍辱 非常重要 我怎么个人呢 天天就在修忍 忍到我心平气和 若无其事 他怎么骂我 我不仅不生气 心里的念佛不断 也听不到 他在骂我什么 我没长那个耳朵 听他骂 我就自己认真的 念我的佛 他骂累了 他就不骂了 然后我们还给他 好好端上一杯热茶 让他好好歇一歇 歇好了 你再骂 你体贴他 他就骂多几次 他就不忍心再骂了 千万跟他不能够硬碰硬 硬碰硬 那是两败俱伤 下面一个问题 我知道 堕胎罪过很大 可我是一个妇产课的医生 我在做手术之前 都会再生征求患者 是否一定要堕胎 可是问过很多次 患者都没有改变 要堕胎的想法 我没有办法 只能尽医生的职责 但心里会默默地 念阿弥陀佛 回向给这个孩子 同时告知 他现在被堕胎 也是业力牵引 这也是一次 回归西方极乐的机会 希望他好好念佛 对于患者 我也觉得很可怜 一方面可怜他的无知 另一方面想到这些患者 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无奈 不得已堕胎 他本人也是众生 不是要随顺众生吗 可我有三个疑惑 第一 当我做完 看到做完手术后的那些血水 还有小小的肢体的时候 我非常难过 我认为这就是犯杀戒了 第二 尽管我念佛回向 但我认为我的清净心不够 我念阿弥陀佛 可能对那些胎儿 没有任何帮助 第三 我工作就是为了赚钱 可赚钱的同时 我在杀生 我不就是贪钱吗 我妈妈认为 这是一份工作 总是有人做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现在你做手术时 还会念阿弥陀佛 这也是他们的福气了 反倒是一种积德的行为 我的先生认为 我起心动念不是我 是他的父母要堕胎 而我没有关系 我就是和手术刀一样 是个工具而已 恳请开示 这个呢 就要看自己的发心了 菩萨 做任何的事业 都能够度众生 包括杀生的事业 你做堕胎手术 是不是杀生 是杀生 虽然你 不是你主动要杀 但是你是协助别人 如果你是真菩萨 你在这样的岗位上 你把自己放下 你一心为这个 做手术的患者 和被堕胎的英灵 来超度 念佛超度 每天诵经回向 给这些所有被堕胎的英灵 回向 劝他们求生净土 你勇猛精进 那你是菩萨 那就 你不能有任何疑虑 有疑虑 那就障碍你的清净心 那你就会受这种 杀业影响 你一定要自己发起 大菩提心 如果你自己做不到 对自己这样的 做这种事情 还能保持清净心 还能够勇猛精进 给他们念佛 回向 你觉得没有信息 没有把握 那你就别做这个事情 不做你就能心安 然后你还要 给以前做过的这些英灵 还要超度 你虽然是个助缘 你不是主兄 但你也是重犯了 也有你的账 你勇猛精进的 给他们超度 那就能变祸为福 这些英灵也会感恩你 所以你看你工作 你的目的 如果是为了超度这些英灵 那你功德无量 而且劝导这些年轻的女子 千万不能夺胎了 把这事实真相告诉他们 而且把因果报应 这些事实 跟他们讲一讲 那现在呢 这个我们协会 何美慧老师 正在编辑 《孙子堕胎》的果报 这部书 全都是收集 我们现在 这些同修们 忏悔的真实案例 都是触目惊心 这堕胎的 那个果报都不好 要给这些 来堕胎的患者 一书名 甚至呢 把这些光盘 把这些书 带到那边 送给他们 让他们了解 这一次做了 下次不能再做了 那你就是菩萨 那么如果你有一些 因果方面的感应故事 都可以把它写下来 劝导世人 不要从事啊 这种杀业 最好呢 有姻缘 多出来讲讲 劝大家不要躲胎 你作为这样的一个 妇科医师 妇产科医师 你说 能让大家幸福 尤其是 在医学的角度上 也进行分析 堕胎 对于女子的身体的伤害 也是非常严重 用这些道理 让年轻人 产生静悲心 不敢再犯了这种错误 那么堕胎 也多半是 由于 邪淫 造成 或者是 淫欲过度 造成 那么要劝导大家 断除 断除 断除欲望 保身 保命 保富贵 保安康 保自己子孙 能够 能够 发达 邪明 积善之旗 必有余情 积不善之旗 必有余阳 多宣传这些道理 那是非常好的 下面一个问题 经是不是每天必须要读呢 我可以完全不读经 现在只是听经念佛吗 这个 如果时间 不允许 你没办法读经 你光听经念佛 也是可以 但是有时间 最好能读经 读经 是戒定会 三学 以此完成 灾难来临的时候 电也没有了 也不能再从网上听经了 那是不是有必要保存一些佛书善书呢 是有必要 所以 这个 现在真正好的书 多流通 那么 万一没有电的时候 那就要抗击书 下面问 作为一个人 一个在家人 俗物缠身 一年时间短暂 既要修学 生活又要继续 该如何安排 每天的修学 才能使自己的念佛得力 在一年中达到往生自在呢 尽量的多清静 多念佛 这个 不必要做的事 统统放下 只是呢 顿伦进分 就好了 自己该尽的义务尽到就行了 不要再 多找事 管闲事 哪怕是善事 你看看 有些不必要做 都可以不做 因为最大的善事 莫过于自己念佛求生净土 无量寿经上讲的 假令供养横杀胜 不如兼勇求证决 下面一个问题 弟子学佛十年 十六岁归一 今年二十五岁 吃素多年 但是很惭愧 近几年才遇到净土法门 现在韩国读本科 所学专业是服装设计 因为四年前的一个愿望 想救度苦难的动物菩萨们 还有一点是 不制作现在所说的性感衣服 可以减少众生的淫欲心 价格还要很合理 这是弟子的愿望 家人怕弟子在服装领域呢 被明文立养欲望带走 所以希望弟子可以做老师 把理念带到教科中 现在弟子还有半年就毕业了 由于弟子母亲在去年去世了 所以弟子为母亲也许下了愿望 不度尽苦难众生 事不成佛的愿 弟子一直读诵地藏经 所以每天 至少每天一遍 很发喜 现在弟子想出家红法律上 但是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正确 还不敢和家人讨论 怕家人起烦恼 请法师给予开示 不知道您是男众是女众 如果你是女众呢 我建议你不要出家 印光大师在这方面有了明示 这是上两集 这个修行与生活座堂会呢 我们有讲到这个问题 那么你想发行红法律生 首先的自己要认真地学佛法 自己要有悟处 自己修学要有一定功夫 自然佛菩萨会帮助你 出来红法律上 这一切随缘 你有这个愿 关键是自己 努力修行 你能看破放下 这样是最好的 难得 那么年轻 遇到佛法 有这样的支援 这个可以多在网路上 跟我们一起学习 互相勉励 我们一起走好 这条红法的道路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到此地 有讲的不妥之处 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大家订阅